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Paris 和大家見面了 踏入十月份了 是不是感覺到有少少秋涼的感覺呢? 記住穿多件衣服保暖 另外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之後再按個小鈴鐺 我們有第一手資訊 立即告訴你們 我們除了會分享影音市場上的新聞之外 我們還會找一下Post 76里面討論區的 新奇有趣的題目 一會和你分享一下 我們今個星期就看看有甚麼新聞吧 Apple TV 作為蘋果 是串流展示平台的市場上唯一手段 所以它在不同平台上擴展 都無可口非 而最近就有消息傳出 Apple TV 將會在Xbox的平台上登錄 外國亦有網民表示 它們發現了Xbox的Microsoft Store 可以下載到Apple TV的應用程式 隨著近年平台較為開放 其實大家都可以在Sony、Samsung 以及LG電視上 都看到Apple TV的蹤影 相信今次Xbox上的Apple TV 會跟電視上的功能相近 而且更會在11月10日開放到X和S系列上 大家都可以在最新的遊戲主機上 欣賞到Apple TV 發燒友對YAMAHA這個品牌一定不陌生 最近它們進軍無線影音市場 推出了兩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TWE-E7A和TWE-E5A E7A有ANC功能 方便用家就算在環境槽炒下 亦都可以享受到高水準的體驗 而續航力最多就有28小時那麼多 還可以支援到QI無線充電 而E5A就是普通版 沒有ANC和無線充電功能 但續航力亦都可以有26小時那麼多 E7A定價大概就$1700左右 而E5A大約$1200左右 據外國影音網站最新消息就指了 華立兄弟將會在今年年底推出了 中頭世界電影六部曲 即是魔界三部曲 和下比人三部曲的4K UHD藍光影碟 預計4K影碟裏面會同時收錄了劇場版 和加場版兩套的正片版本 而昇華規格上 亦都會升到到Dolby Amos和HDR10 更加有機會是Dolby Vision 初步看到會分散成為 兩個獨立的鐵盒版本套裝賣 如果想買齊整套的話 大約$2300港幣左右 我們亦都收到可靠的消息就指了 差不多時間亦都會推出4K港版藍光碟 大家一定要支持香港的版本 千呼萬喚的第二場Apple發布 終於會在下星期公布了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的話 就會看到今次邀請信上的設計 是用了音波和音頻的設計 難道意味了一直流傳的便宜 恐怕要面世? 這個消息流傳了那麼久 其實不是憑空想像的 不少工程師都流出過不同的規格 而另一個解讀方向就是頭帶式的AirPods 而這個產品無論在外國傳言 還是民間用家的意見都好 大家一致認為蘋果應該推出 這一款產品對應市場上的需求 始終蘋果是少數品牌在推出真無線耳機後 還未推出頭帶式耳機 今次我們就在Forum找到一位 版友求窩居電視櫃的擺位Post 話說這位師兄新居入房 但他對於電視機的大小喇叭擺位 甚至上是房間的佈局 都遇上大大的問題出現 原因是放電視機的牆紙只有1.2米闊 怎麼量都好 只可以放到50吋的電視機 之後還要放電視櫃 真是有點難搞 有師兄提議 將電視牆右邊的出入口封死 再在分隔兩間房間那邊的牆紙 都加個出入口貫穿兩間房 無論是電視機尺寸 還是電視櫃考慮上都更加方便 不知道最後這位版友會怎樣解決呢 如果你們有好的橋段 記得上forum留言 記得要幫幫他吧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等我再搜羅更多不同的資訊 和你分享一下 下集見 拜拜